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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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就要開始學習泳春拳的精華對策 古老的泳春拳有十二色拳種 重點就是腰馬的變化 打起來,出手看起來就好像柔弱無力 實際上力已經從腰部發出 兩隊選手今次得到泳春拳全員的親身傳授 雖然不能夠全部領略其中的奧妙之主 但皮毛還是兩支一義 兩隊的選手都聽得很認真 當然了,雙腳沒有眼 真的動在手上來打成臉部 打成年輕人,不要啦 加油 好了,上去選手 學了一段時間,我覺得 先站回我旁邊 根據你們的資質,再根據你們剛剛練習的過程 我覺得你們四個實在想耍身 雜底跳這個pala-pala的步 不管你學成怎樣也好 好了,接下來真的要你們的敗身肉搏 這一關就要求你們 站到好站的石板凳上面 限時兩分鐘 然後運用馮師傅駕回來的技巧 盡快將對方推到地上 就為之獲勝 好了,比賽開始 首先看看女隊員的情況如何 嘩,有點女合技概 嘩,學得不錯 你坐下吧 你幾下散手 像舞似仰 不錯 不錯 好似 好緊 好了,要埋伸要搏 嘩 嘩,一動手就像現在變成樣子 嘩,摩身摩世 嘩,穎春拳 對策,不是對摩 嘩,衝在膠 現在 唉,你說比我穎春師傅 看到你們兩個這樣打發 真的吐了 辛苦苦教你們兩個 這麼多個小時 這個穎春拳 結果打出來 居然是這麼慘 這麼肉酸 真的 好了,看來差不多 贏了 唉呀 洗出了九毛二虎之力 終於將他退下舞台了 好了,到男選手了 咦,有點姿勢 有點實際 但是打下打下 就變成了群魔力舞 嘩,還殺了太極 好 好了,拳就打完了 怎樣?兩個人自己覺得打成怎樣 好 好 非常好醜 非常之好醜 但是,馮師傅來評論一下 到底打成怎樣 馮師傅,你覺得他們打成怎樣 他們打成初先都是有少少型的 但打到最後呢 都不知道什麼好 好像兩個人在街上 兩個人被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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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少少東西 哈哈 即是勉勉強強都叫做有個營出來了 對 好了,剛剛馮師傅見證之下 大家看完這場的領春拳比賽 結果也都非常清晰 這邊大眼女就是女生贏了 這邊先害女就是男生贏了 換言之,這一場比賽中是打成平手的 還有很多努力的地方 我知不知道 下班會去到這個附足加工廠 自動產工 出發